軍營力射擊是什麼 然後跟 跟什麼是開源 開源專案 然後剛才有提到一些就是 就是還滿 還滿有趣的一些想法 例如說就是開源專案 它可以讓很多人來協作 然後它是鼓勵失敗的 那我們就是接下來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失敗了或是你要怎麼開心 然後如果你失敗了 那你要怎麼去跟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大家應該 應該現在三課都有滿多就是分組報告的經驗 那大家可能分組報告就是有很多美好在裡面 例如說你要怎麼找住員 然後如果大家如果大家做作業 然後有人擺爛重版 然後這個作業不久都開店重版 就大家因為在那個就是做專案 或是要很多問題 然後當然我們平常在做 但是我開源專案的聲音也是一樣 然後我說今天就是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要來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我是GV9重版的BASS 然後我的三個關鍵字就是 我現在是在科技升級工作的文組人 就是我不是念資工或是什麼電子儀相關的 我以前是念中文式的 然後然後我現在目前是在GV9重版 然後我主要是負責就是最愛管理 跟社群的技術建設的文匯同組 然後去年也跟很多很多人在台南 一起辦了GVSAMI 2020這樣子 就是我的關鍵字 所以如果如果你是有想要念文組的同學 如果你有問題感到什麼 這樣就是如何就是如何在如何移我所有人的身分 然後在科技設計面工作這樣子 我覺得就還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樣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打共筆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共筆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今天在這課堂的期間 你把共筆打完 你其實就不用回家做這件事情了 你就今天現在把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所以其實共筆我覺得對於就是 如果你對於那個時間有限的人來說 其實蠻有幫助的 其實大家都是在那個工作的當下 就把共筆打完 然後之後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這樣對時間管理蠻有幫助的 好 那再來說 剛才其實有講到就是 我們要鼓勵大家做開源的專案 那我們為什麼要來做 好就是首先有一種東西叫專案 那專案大家一看都知道 就是他就是一個我們為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計畫 產生的一個特定時間裡面的東西 然後當然我們做專案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可以不要跟之前做過的事情重複 所以剛剛其實開源的概念裡面 其實有提到過很多次 就是我們不用再重複的做同一件事情 那重複會產是什麼事情呢 其實就是剛剛有提到 關於就是重新打造一個輪子的這件事情 那大家應該就知道 如果一件事情已經做得很好 那我們就不用再花時間把它再做一次 因為裡面做的其實有限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個時間 拿去做更好的事情 然後說到這個我最近有一個有趣的例子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報道者 大家平常有在看報道者嗎 好就是那個有一個非營利的媒體 叫報道者 然後我其實很努力的在做非常多很深入很深入的行為 然後提供大家就是在一些主流媒體之外一些不同的視角 那報道者他們除了就是有在經營新聞本身之外 他們其實也做了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那這個東西是他們去年發表的 就是他們有一個實驗室 然後其實是做就是關於就是在新聞媒體之外 他們可以做什麼工具去協助就是新聞媒體的產出 那所以他們發表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就是這個這篇文章是發表在那個median上面的 就是有median 然後你在median上在分享的就是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專案 然後做這個專案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他們最後怎麼做這個專案 然後最後這個專案要有什麼產出 然後對於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然後再來最重要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把這下面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回饋這個轉案 對重點來了就是他們他們做了一件就是 當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們其實這個東西是 他們其實是想要在原本他們的新聞製成過程中 他們找到了一些問題 然後他們希望把這些問題釐清之後 因為例如說大家有大家有固定在看就是 大家現在最想看的新聞媒體是什麼 是東升新聞媒體嗎 還是就是在臉書上看新聞嗎 還是說會點進去那個新聞新聞頁面我們來看 我現在要來問一位同學就是你 對應該會看你平常都看什麼新聞 對 那大家就是平常在查資料的時候 會繼續查新聞嗎 現在的新聞媒體應該蠻多就是 除了新聞本就是本文那個報導內容之外 其實很多媒體現在都會做數位專題 那現在做數位專題蠻多的媒體 像是UDN聯合報系 然後還有集市評估很多很多 然後像報告者他們也都是有在做數位專題的媒體 那這些也有在做數位專題的媒體 他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其實都有為了做數位專題這件事情 他們自己成立一個就是一個專門做這樣專題的團體 然後通常就是跟數位開發有關係 然後通常一般組的媒體的話 大家都是因為彼此之間都是競爭關係 所以大家自己做的那些工具跟程式 都是自己所有不會公開出來分享給其他人 但是因為報告者他們是非一個媒體 所以他們做的工具他們就是 我覺得還蠻好的就是會分享出來給大家 所以他們就是把他們之前在做新聞專題裡面發現的事情 例如說新聞 因為其實做新聞專題很辛苦 就是他們要從一開始的研究然後填液 然後一直要進去採訪 然後採訪出來之後的那個內容上的產製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一直待到最後採出那個 大家看到美美的那種數位專題的樣貌 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通常到最後這個時間其實都非常的趕了 然後他們通常為了要因應各種不同的專業體的樣貌 他們需要有非常多不同的版面 所以他們意識到說 他們每次如果都要開發不同的客製化的版面 這樣會不太就不太好 因為然後會花很多時間會花很多力氣 所以他們就之後就決定把這個力氣花在就是開發 可以更讓更多人共同使用的工具上面 所以他們就開發了這樣一套工具 然後開放出來讓大家都可以來使用 所以他們就是有在他們的文件上寫說 他們其實就是有已經把這個這套東西傳到Movie Hub上面 然後歡迎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送回饋給他們 或是你甚至可以自己把它宰下來然後開發 可以在他們的基礎上 然後做出一套你自己的工具這樣子 所以就是最近一定要的例子 然後他們這件事情呢 之前去年年底也只有在台南的賞密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這個影片去看 就是他們team的工程師有上來分享說 他們這整個拍發的過程這樣 好所以為什麼要協助 我就是回到剛剛的那個重點 就是不要從負照輪子 然後在不在競爭問題的情況下 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其實 如果你不是真的 你做出來的東西不是真的想要賺錢 或是例如說剛才的例子說 主流媒體他們自己做出來的工具 可能有互相競爭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開放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是跟大家 就是對大家好的事情的話 就是就是其實開放出來 其實這樣會是蠻好的 就是他除了可以讓更多人使用之外 他的效益會到最高 例如說剛才說的 如果你的工具可能你在短時間之內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最好 但是說不定有人看到你的東西 他就可以接過來做 然後把它做到更好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專業分工 然後跟再來是公開的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在做很多專案 大家應該都會遇到一件事情吧 就是你想要做某件事情 然後你第一件事情 通常會想要做 例如說你想要開始做一個 做什麼 例如說想要做學校周邊的垃圾桶 隨便舉例 那你如果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有人想要 有人想過這件事情嗎 找垃圾桶 你要怎麼去找垃圾桶 自己找 那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是學校周邊 你還是可以自己找 那如果是全台男士的垃圾桶 你要怎麼找 找人一起找 找人一起找 好 那通常到這個狀況 如果你覺得那個是 情況已經到你不堪負荷的情況 就是找人一起找 你要找全台男士的垃圾桶 有點需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為了節省時間跟能力 然後其實最好的方法是 你可以 我們建議就是你可以 把這個問題先寫下來 然後可能你就可以到 可以 例如說就到局裡 問大家說 有沒有人已經找過全台男士的垃圾桶 請單 對 這樣真的是最快的 因為說不定已經真的 我猜說不定那個衛生局 他們已經有這種資料 然後你就會列測說垃圾桶放在哪裡 這一定 我覺得可能會有這種資料 對 所以公開的好處就是你可以 公開的把這個問題丟出來 然後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對 所以我最後一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你做的事情跟公共利益有關的話 就是建議你就是要公開 就真的可以增加成功的機率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 好 我們知道我們要寫作的 但我們要怎麼有效寫作 好 在局域社群呢 我們把很多很多的專案都叫做一個坑 就是一個專案就是一個坑 然後那個坑的負責人呢 或是那個就是主事者 我們就要坑主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個GIVA的黑客送現場 就會有那個坑主備账 然後就是讓大家辨認就是 就是找那個人就對了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我們會鼓勵坑主 就是把你的問題想好之後 然後上台提案 然後在GIVA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坑 然後平常在黑客送有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然後你要怎麼在那個茫茫人海中 像今天來現場就是有這麼多人 然後你到底要怎麼在這群人當中 找到跟你共同一生的夥伴 這個有趣的 對 跟你共同一生的夥伴 然後這是有些人可能會 短暫的加入你的專案 有些人可能會跟你一起協作很久的一段時間 那你要怎麼找到這些人 然後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要一開始發現那個問題 然後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覺得我們家附近的垃圾桶好像不夠 那我們是應該要增加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想初步的解法 例如說第一個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是在我們家附近的垃圾桶 我可能可以自己去找 那可能很快 可是如果是全台的設垃圾桶要怎麼辦 那我可能要先把這件事情想一下 然後我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例如說我就是 例如說我最終的目的就是想要 讓大家一直倡議就是增加台 而是垃圾桶這樣 那我就要把那個最後的目標想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坑主就是到黑客中來 然後在台上就是跟大家提出你的構想 然後例如說就是我是誰 然後我現在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的初步解法是什麼 然後可能需要大家的建議 然後歡迎大家來給我建議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什麼 什麼樣的人就是歡迎大家來幫我一起做這樣子 然後最後大家就一起來跟你一起討論這樣子 然後就接著就是可以開始做你的專案 所以就是剛才說就是我們要確定 我們要做專案之前就是會有些要確認的事情 例如說我們知道他最重要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花多少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我覺得大家要就是仔細的去想一下 因為例如說大家可能現在可能高一高二比較多 然後如果我們要在高三之前做出這樣的一個專案的話 那我們還剩多少時間 對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想一下 大家不要就是覺得大家可能不要覺得就是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無限的 其實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每個人的時間其實就是 大家就是一天二四小時 然後可能會挪出時間放精力 但你這個這件事情相關的時間 真的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而且尤其是如果說不定 你就是你到那個時候來做專案的時候 就是很多都可能是更多是大學生 或是很多是已經開工作的人 然後大家的時間的分配就有限 所以就是你要很仔細的去想這件事情 對 然後確認專案要多的公開開放授權 然後這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做跟公共利益有關的專案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其實你要先在一開始的時候想好 就是你最後這個專案你是要開放出來 就是給大家使用還是說你要怎麼就是做 就是要讓這個專案之後要去哪邊 這樣大家才會去評估說 例如說你的專案如果最後是要 要以某種的形式 例如說傳到記號上 或者是如果你是照片的話你要傳到 然後大家就會知道說就是我的貢獻之後就會被放到記號上 然後我的名字就會在這上面被其他人看到 那大家就會知道我的貢獻是最後它是有一個終點跟目標的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剛剛也講那麼多事情就是 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你要設好終點跟目標 剛才好像有講到那個開源結留嘛 那就是我覺得有開源然後結留也很重要 你要好好地把它收好 你才能就是那個專案才有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個結算線 不管是結算線的成果還是最後的成果都蠻重要的這樣子 對 然後確認分工跟確認聯繫方式跟是否要一起開會 然後因為在那個如果你不是在學校裡面做專案 如果你是在社團或者是各種其他地方 或是社群做專案的時候 你可能很容易會遇到一個情境就是 可能做一做人就會不見了 對 然後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是要來就是 確保大家比較輕易的不見的這件事情 這是還蠻不容易的 就是這就是跟你要怎麼去跟大家維繫感情有關係 或是你怎麼跟大家溝通都有關係 這樣你們就是 嗯 建議大家就是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跟人討論說 欸 我們這個專案只會要怎麼聯繫比較好 然後最後就是你的專案如果不幸的就是無法繼續的話 你們就不管是啃主或者是大家 就一可以一起來想一下就是你們做到怎麼收尾 就我覺得剛才說的就是失敗沒關係嘛 那因為其實失敗了 你們做出來的東西都還是可以作為之後 就是專案的貼近 所以你們要怎麼把它好好的收尾 就還蠻重要的這樣 好 這個是那個平常黑客搜的時候 我們在用的那個提案表 就是我們會開放這樣的表格 然後讓坑主就是填 填血 然後填了之後我們就是會照說去 讓大家上台去講他自己的提案 每個人就是用三分鐘的時間這樣 然後為了讓大家知道就是講了些什麼 就是我們來放一下那個提案的影片 我們來放阿美紅點好了 我們來放阿美紅點好了 你們看我們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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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個其實是在一些普通的區域這樣的期間 做一些資料搜集的畫面 主要是由木梅台或是在地圈 所以我只看你有沒有目標二手的那個手機 他放到鞋架上面 他做Videos分炸 那個YouTube的回覆 如果你有興趣其實這個還蠻好聽的 因為如果你收集清晨跟傍晚 他的那個大聲的聲音 那類的那個聲音排排 所以我跟他胃口推開是明顯 他還不錯吧 他我們之後可能想說做歷途直接揮播 就是那種那些畫現狀 或者是他自己的 但是那個應該收集跟交易 就這樣情況不錯 我們認為目前不穩 因為現在做的部分 從去年12月到現在 呃在大量產障 所以說他在台灣那個一天長大概50區以上 呃點對點餐 呃即使你往路站出來 好像都會 都卡在 都會幫我們改善 改善到路過站 我們再放下 對他不錯嘛 如果你有什麼進行的想法 或設備想要放上去 如果你要贊助設備 可以可以把它打上那個LOGO 好這個是 其實這個名字還沒有講 就是直接送 可以給他剝的東西 直接放出來 好還有件事齁 建議如果你要用專案 其實我們不太缺了那個版 這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他說 就是你的專案要怎麼拍的話 可以拿去改名字 拿去參加比賽 還可以這樣 最後還幫他做新聞 好 好 那這個可以 然後你要找什麼樣的人 可以做到 多往多利 好 軟體是只要 台語軟體跟協定 但是因為 有一些東西 使用技術科技 建議不要拿到工作 好 那就是即使你說 那個串流 你可以使用 好像我們看背景 還有一個例子嗎 那你可以去 Google OXM 就是其他聯軍師 到他那些股票 去做定用 就是指派任務 什麼都可以 這個在 收救 或者是在 斷網請問一下 的利用才會說 那目前我們就要 直接 那個定的 直接 線上版本的 都 當然使用沒有問題 到時候會 做那個 離線版本的 那再來這個是 這個 真的是軍事科技 就是你 Videos在到 他可以直接 抓到你 Videos帶出來的 這些資料 大家會非常有興趣 可以參考 好 然後 因為我們下午 那個 Colfax的 課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Colfax的TI 長什麼樣子 早安 我說一位 我人在家 演講 所以今天人不在中演員 最新的一則謠言 說對於 萊克多巴胎的說法 從零檢出到 即環保護健康 就是這一些 非常可疑的 陰謀論跟謠言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 我們做了一個 Mind機器人 陪伴大家 一起面對Mind的訊息 以後你遇到 想要查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Colfax 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 其他貢獻者 對這條訊息 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機器人知道要回省 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如果機器人 收到一則訊息 資料庫裡面找不到 他就會問對方 是不是願意成了 我們全世界第一個 回報寫訊息的人 同意之後 這條訊息就會 追訊在網站上 善良的編輯們 就能進來看訊息 寫回應 我們從15萬 Winline使用者 收到稍後 4萬5千則訊息 另一個人 在網站上幫我們回應 這些資料 都是已經開放在網路上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今天真的假的 在中研院 希望拜託大家 一起來做功德 我們在找 No.js跟Reahs的工程師 準備了網站 與機器人的 Hooters Issue 現場有工程師 請找 Ms.Roh Ali 我們一起 讓網站與機器人 更好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會寫程式 可以和我一起 回覆資料庫裡面的訊息 或是 什麼現有的資料 按插和圍印在 超級歡迎 新手 我們會送 Covet真的假的 設計的貼紙 大家在網站上面 寫東西 以後就會變成 機器人的圍印 一直以來 很感謝不同背景的人們 願意來到Covet真的假的協作 部分專業興趣 大家都都是同一個訊息列表 過去幾個月 我們實作了AI自動議題分類 希望這些分類能幫助大家 找到自己有興趣回應的訊息 請大家一起動手修正分類 讓AI更準確哦 然後也邀請大家訂閱我們的 不實訊息列表 透過電子郵件 RSD 都可以跟IPP做聯動 請大家多多幫助我們 一起陪伴正在裡面 受到謠言的人 非常感謝大家 好 當然就是各種在大眾提案的樣子 好 大家應該就是剛剛就可以看到 就是坑主 然後就會帶他轉彎到台上 就是跟大家說 欸我現在有一件事情想要做 然後我現在可能 我現在做到哪邊了 然後我現在還想要找哪些人 跟我一起來做 那我接下來的方向可能是什麼 那所以坑主就會上台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坑 因為你要陪伴一起填滿他 對然後我們就可以 早上就是上台提案完之後 我們就是會自由開放 讓坑主 然後跟可能跟這個坑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一起在現場討論 就是這個專案怎麼樣 繼續繼續繼續下去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到那個 到目前剛剛那個為止 大家有想要問的問題嗎 然後自己 對還有一件就是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會希望就是大家 在黑客松現場提案的時候 我們只會給大家三分鐘 然後其實三分鐘就是 大家其實一開始都蠻緊張的 然後但是我們就是三分鐘 希望可以讓大家在三分鐘之內 其實你就是已經可以把你的重點講出 就是希望可以把你的重點講出來了 所以其實大家在那個黑客松之後 就會練就一聲就是三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把事情講好 講滿的這個技能 所以其實如果就是你對這樣就是 上台講話跟大家介紹一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練習看看 例如說你把一件事情可能用三分鐘講 然後用五分鐘講 跟例如說像Texport就是18分鐘 那你三分鐘五分鐘或是18分鐘 你要去講一件事情 那你都可以去做這樣的練習 就是對你以後可能上台發表 或是你要跟大家介紹一件事情都還滿有幫助的這樣 然後再來到進道工具面 就是我這邊列出的就是GNV社群 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常用的工具 那像對話平台就是我們平常常用的是Slack 然後有一個跟Slack很像的開源版本的軟體 叫做Mathmos 然後如果你很在意 因為像很多人會在意他的資訊安全問題 例如說他不想要他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個資曝光 那可能就是可以用比較重視個資的一些通話軟體 例如說有Signal 然後再來就是專案管理方面的話 我們平常就是用比較多就是其實就Trail 然後其實如果其實我覺得那個Gurlota的那個表單 其實就滿好用的 我覺得他還滿喜歡畫表格的 對 然後文件關節的話就是有Gurlota跟Hack&D 然後跟Microsoft Office 然後繪圖的話也有Jambo跟Bigbox 然後互動工具 Doodle是拿來就是拿來約時間的 就是例如說如果大家都很忙 然後我們到底要約什麼時間 就是大家有用過這個東西嗎 用過這個東西的人 欸好看我欣賞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之後很忙 然後約不到時間 就用這個東西來讓他勾 就是我什麼時候可以出現這樣子 然後Signal就是Signal就是通常就是可以讓大家 如果大家害羞就是舉手問問題的話 就有時候可能會把這個東西打開 然後讓大家在台上問問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台上看到大家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來給予個回答 然後這些工具呢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用 我們要特地選這些可以學做的工具 因為剛才也其實有提到其實現在 我們其實一起工作的人 可能不只是你現在在現場看到的這些人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跟你一起來研究 怎麼讓就是現在不在場的那些人們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協助 所以例如說我們現在有露營 那我們之後就是會把這個露營上傳 然後我們也有共筆 可以讓就是今天可能沒有回來的人知道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單單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時候會有直播的時候 甚至就是大家可以看著直播 然後同步的跟我們用這些工具一起在線上打共筆 之前就還蠻常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如果是像是黑客的時候的話 例如說我們都會有錄影 我們都有錄影跟直播 然後就算那天沒有辦法到場了 還可以事後看錄影跟共筆 然後知道他那天提案提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可能有興趣 然後我就可以事後去找他來做聯繫 所以就是這次工具就是我們要怎麼建立起來 然後怎麼讓更多人可以加入 就是還就是我們這邊想要強調的準編這樣子 然後剛才說因為你工作的就是一起工作的人 就是不只是現在在現場的這些人 然後甚至還有就是可能不同在台南以外的 或是甚至是在國外的人 那我們要怎麼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些工具其實是比較現在就是 大多數人都在用的 然後最後一點其實就是想說 其實你要找的工具是大多數人都可以 比較便利去使用的工具 因為你要找一個大家常用的工具 大家才會去用 然後這個工具才能幫助你 要不然你可能找一個看起來很厲害的工具 但是沒有人想用 那這個工具就最後就無法達到 可以幫助你們的功用這樣子 所以就是其實選擇工具還蠻重要的這樣子 好所以現在所以 所以大家有都有打開HackMD了嗎 有人在聊天了 我們已經聊了 他什麼 已經想要看見 對囉對很高 趕快告訴我Slack怎麼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Second 今天的HackMD 喔喔 真的蠻厲害的 欸這個不許手在下面聊天 好 欸所以大家都有登錄那個 然後就有點即時的開始 打開HackMD 好 欸所以大家都有登錄那個 裡面了 然後就有點及時的開始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來跟大家那個 還是想要來稍微介紹一下KD的功能 然後其實它的基礎上 它是一個就是可以共同編輯的線上寫作文件 然後它是可以共同編輯的寫作文件 然後它就是 就是你在首先你要先登錄 然後登錄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會看到 我直接現在先登錄好了 好你應該是看到的畫面應該是這樣就是可能是長這樣然後你就需要先登錄之後才能開始打字就是你還沒有登錄的時候你可能就是可以看到這個頁面但是你可能就無法編輯它那這個是因為我們有開啟的 就是我們有開啟就是沒有登錄的人也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所以這個是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只要你打東西上去它就是完全公開的你只要把全線打開它就會讓你就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這個東西這樣子對 然後我如果想要編輯它的話呢 如果全世界可以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它呢 我們就可以打成第一件事情就是它除了可以是文件之外 它可以馬上變成一個網頁 然後其實它其實它作為一個簡單版的網頁它的功能還滿齊全的 那等一下可以再也跟大家說 那我就現在先步 下面其實還是呢 裡面? 下面可以加到個人的...? 其實... Después disguise一次... 今天正好和誰嗎... 好的 大家卡住了 那我們就先假裝就是 我現在左邊是可以打字的狀態 然後我剛才說的就是我們 他有就是除了打字之外 他有一些基本的就是跟網頁很像的功能 就是例如說我最上面這一段 其實我就可以打上他的 tag 跟他的 description 跟 image 就是這個東西只要 他是在就是網頁上的元素是 他貼出去之後他就會成為這個網頁的 tag 然後他可以讓他可以被搜尋到 然後再來 description的話 是他可以當作就是網頁的描述 因為現在大家如果就是稍微知道一些些就是 大家有寫過網頁嗎 就是因為 Google 在搜尋的時候 他就要知道你這個網頁是做什麼的 所以你需要寫一些語言讓 Google 可以讀懂 所以我們寫的這些像 tag跟 description 其實就是跟 image 就是要讓 Google 讀的一些文字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寫在裡面 那這個就比較是進階一點的功能 但是他就算不使用這個功能的話 你還是可以把它做為就是純粹的文件來使用這樣子 很好 這是一個就是我剛剛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按登錄之後他就會跳出那個 你可以登錄你的社群名牌 然後你就可以選 他就會跳出你的帳號然後你就點 然後就可以登錄 然後登錄之後你就會看到 Ginme社群大家所有的共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編輯你的 然後因為大家所有人的共筆都是公開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別的共筆這樣子 好 然後看起來大概就是 Hacker已經用得很開心了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 再來是 set 沒有 我們在那個就是 可能之前寄的那個提前通知 然後跟如果大家還沒有加入的話 就是你可以先掃就是我們那個DNA 後面有一個第一個那個QR Code 你掃進去就是我們會給大家連結 就是你可以連到Ginme社群的Slack上面 然後很多很多Ginme社群的人都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他的好處就是可以開各種的頻道 所以例如說像 像零四小區然後我們就卡了一個EU的頻道 那如果你還沒有加的話就可以趁現在加一下 然後EU的頻道 歡迎大家就是進來那個打招呼 那我的網路就加按卡卡的 那我的網路就加按卡卡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General上面就是整個Ginme社群 所以我們在Ginme社群裡面的人數呢 已經來到了 欸有人看的到嗎 我現在這邊不要往 看一下 9306了 所以我們有9000個人在上面 然後這個好處是 他是可以讓 例如說同一個社群底下有很多專案 就可以開超多頻道在下面 然後你如果想要根據個別專案討論的話 你就可以開很多很多不同的頻道 然後甚至如果我剛才說就是協作工具的這件事情 重要性就是因為他非常多人一起使用 那例如說我們跟其他的組織 或是其他國外的社群也都在使用這個slag的話 大家其實就等於都在這個平台上面 那大家要交談就非常的方便 那例如說就是我們跟我們合作的開發文化基金會 他們就也有使用slag 所以就是我直接一看我就直接點 他就可以跳到他們的slag上面 然後例如說就是像全世界的公民科技的社群 Cover all大家也都是用slag的 所以我只要點一下我就可以在這裡找到全世界 跟我一樣在做公民科技專案的人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跟大家打招呼跟找隊友 好然後我就接下去了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今天繼續就是在 可能下午三哥之前就是花一點時間 試試看hegan d跟sag這樣子 好然後我接下來要來講說大家到底要怎麼來補用他 大家的連線名稱那麼有趣欸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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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剛才有提到就是GTV社群就是之前還協助了蠻多 就是跟社會重大事件相關的共比 那這個是其中之前一個例子就是 在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浮遊碼事件 然後那時候就是為什麼GTV社群人要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在那個事情發生的當下 其實如果你在打開新聞或是在網路上或是甚至是臉書 因為現在臉書或者是很多社群媒體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訊息一直在跑 然後甚至他會被演說法控制 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訊息 不一定是新的訊息 不一定是可以詳細的訊息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做這件事情的統整 那GTV社群參與者就是做最多的事情 就是把這些正確的 然後正確跟新的資訊一起放在這個共比上 然後所有人一起來回顧 然後這個共比就會可以成為就是一個 就是還蠻好的資訊平台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好編輯的緣故 所以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會上來寫作這樣子 然後在前一陣子就是口罩事件 就是去年初就是那個肺炎剛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很非常緊張 買不到口罩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是去 大家就是去那個便利商店牌子或是藥店牌子 有人有用過那個口罩地圖嗎 就那時候要買的時候 有人用過這個東西嗎 有人去收嗎 欸這你們都怎麼買地圖 買口罩的 你們都怎麼去 直接去就有 媽媽買 好 喔對 台南比較蠻好買口罩的 但是 喔對 但是在其他地方 就是難買口罩的地方 就很需要這個東西 就是我需要在出門之前 我現在要先看我要去的那個藥局 有沒有庫存 那這件事情就會需要 就是藉由這樣的協作機制去成立 然後那時候的協作呢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大家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去買口罩 然後我們就是需要那個藥局 他有多少口罩的資訊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從 如何知道口罩的資訊 欸剛才有一位同學說 那個我們要自己去找那個垃圾桶 這就是那個例子 就是其實已經有這個資料了 然後那時候的資料就是 我記得是健保局嗎 對 衛福部 衛福部 衛福部他有 他有就是每個藥局有多少口罩的資料 然後那時候就是 他們就把這個資料開放出來 然後工程師們在用這批資料 把它靠近地圖資料裡面 所以把口罩數量的資料 跟藥局的資料 跌在一起他就可以呈現 那每一家要舉他有多少口罩這個資料 而且這些資訊他都是即時的 所以你不用一次一次去算 就是說到底現在他有沒有口罩 他就是上網查就會知道了 所以那時候資料開放出來就 非常非常多人就拿了那筆就是口罩資訊 數量資啊去做很多的應用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的地圖啊 然後來吧 然後是一些平台都在這邊 然後他還對這些相關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然後我去查查看 然後這就是那個地圖的長相 然後最後要來講一下就是去年臨時小學校 就是因為我們臨時小學校 是從去年開始的專案 然後其實就開始有一些人來社群提案 然後我們就做一些蠻有趣的例子 然後這個是幸福準則 就是他們是想要解決就是在費力組 就是兒少陪伴機構裡面就是 紙本資料就是不容易收集跟保存的問題 就是在一些地方就是有那種兒少陪伴機構 他們是要陪伴就是高風險家庭的小孩 那為了幫助這些小朋友 就是可以從小養成正確的觀念 例如說你要付出你才有收穫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獎勵的精致說 你可能做打掃或是寫完工課 你就會得到點數 然後他們再用這個點數去送 可能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或是送禮物給小朋友 所以這個機制本來平常都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張卡片 然後它卡片就是非常不容易去使用 所以他們就是希望工程師可以幫忙 把這個東西變成舒適化的系統 所以那時候GME的工程師就來幫忙 把這個系統變成電子化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是開源的 所以其實這個系統在去年開發完了之後 就是如果之後有更多的機構想要使用 都可以就是Folk出去 然後一起來使用這個系統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不只是造福了這個機構 其實Folk就是找福了很多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軟鞋的機構這樣子 然後這個那時候開發的流程 大概這樣是這樣 就是原始 原始它一定會有一個就是很原始的想法 然後他在中間他可能發現了問題 然後再來發現問題 然後確認他最後想要做的目標之後 進入一個開發流程 然後開發完之後測試 然後上架然後最後最後就是把它開出來 這個是我特地把這個專案的過程 就是有放在那個我們的DM上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如果之後有 真的可以來做 不管是你真的要進入 不管你要不要開發 例如說你這不是一個要開發的專案 你可能只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把它套進去去思考 就是怎麼從就是一開始的原始的概念 然後到中間的討論 然後到開發測試跟最後開演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個是達拉阿學 那這個就是一個平台 然後他們是有建於就是很多自選 因為現在很多自選的同學 然後他們可能都要花很多時間 在網上找資料 所以為了讓就是找到資料 可以讓共享給更多人 所以他們就開啟這個平台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然後他們有個社群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開網站上面有非常多資料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 像這個就會是更簡單一點的 就是 更簡單一點就是你要怎麼從問題開始 然後找材料 然後分類建立平台 然後最後建立社群這樣子 這個在大家的責業上面都有 然後如果你對這個過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就是來 對都可以 就是後續都可以來繼續跟我們討論這樣子 然後再來那個 最後我想要講的就是 裝備高度設計的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那個 換姐今天有來 好好 換姐今天有來 然後他今天他開發的程式呢就是 因為他就是他覺得就是 因為他是他念的是那個台北市第三高中 然後覺得有時候他 因為不知道大家現在那個 在學校裡面請假的程序是什麼 可能是不是要簽那個價單 然後送到某個地方 然後可能要有時間簽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覺得這樣的過程很麻煩 因為你就是要請個家 然後要跑很多紙本 然後對於就是可能 長期在使用手機或電腦的大家來說 就是為什麼還要欠自己的東西 對就很麻煩 然後所以他就自己開發一套 就是LINE的機器人 就是你可以在LINE上完成 完成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在LINE上請假 然後他有一個 他還是可以在LINE上就是 他可以只要學生提出去請假這件事情 然後他可能就是就會讓家長 然後老師都知道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線上把這件事情都跑完 就是減少很多資本往來的機會 然後同時他也可以讓你在 就是每天進學校的時候 可以回報那個量測體溫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希望可以盡可能 把資本的操作叫到最低這樣子 好所以他今天就是 他今天已經好像下午會出現在 那個Coffice那場課 就是或者是我們最後最後有一個 就是撐過的時間 大家也可以都可以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然後 然後在今天的最後 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剛才說的 剛才可以加Site或者是MD 然後我們可以在一次之後 一起來用這件事情做什麼 例如說你社長的時候 你可以用來做網頁 或者是一些會議紀錄 然後你可以在學校的時候 一起來做筆記等等這樣子 好 最後我們來收的尾就是我們要請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人口認識到彼此 然後一起可以在今天之後 一起來寫作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自我介紹 好 那我們剛才就是一直有做自我介紹的這個形式 就是你要講自己的名字跟三個關鍵字 然後我們會從這邊開始傳麥克風 然後你就是為了讓 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人 所以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就是一開始要請大家先說 大家好我是 然後我就要把麥克風傳下去 所以你就是接到麥克風之後 我們就直接講名字跟三個關鍵字 你就不要再講大家好我是了 好 所以好那我們就一起開始吧 好 那我們就一起一起開始講大家好我是 好 好 來吧 大家好我是 我是BASS 然後帶科技申請工作的同學主任 然後我站在一個區域上的一個區域